即使门 林静轩 到 你打的 报告片门 我不认识他 长官 就是他打的 你长本事了 青天白日之下 你打女人啊 是我把你打成这样了吗 你讹人了吧 报告规矩们 情况是这样的 今天早晨七点十分 贵司副官林景轩在闹市区开车逆行 险些造成车祸 贵司副官林景轩不但不听从 交通警察的警告 而且对这位妇女进行谩骂殴打 闹市区开枪 造成交通勇动 卑职接到市民报警后 立即赶赴现场 及时疏散了交通 并承报警备司令部军阀处 请贵司副官林景轩到军阀处 接受质询 贵局们 公然开车逆行 闹市区开枪 军人殴打妇女 是会引起民愤的 姓名 钟雪平 开的什么车 姬普 军勇呢 刘科 执意 我 说话 备职 备职是警备司令部 珍稀处二科特务中雪平 自恋爱是你什么人 自科长是我上司 刘科长 待 以后再来我这儿 事先排练明白